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我是黄耀逸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的会谈上个星期在夏威夷举行 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 虽然在会中取得部分的进展 但是却无法如期完成协议 并且送交美国国会投票 奥巴马总统努力推动这个完成之后 将占全国GDP40%的协议 它的经济以及战略意义为何呢 而本回合为何谈不出结果 TPP破局 中国是否最高兴 而中国向来指责TPP是要围堵中国 现在推动受阻 是否也正是中国来扩展 自身经济实力的好机会呢 再来这个话题讨论的 依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科组研究院韩连超先生 以及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 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斌先生 两位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的线已经开通 请您可以拨打400 400-100-51一起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首先我想先来请教马海斌先生 这一次的谈判 为什么没有办法如期完成 主要各国的旗舰在什么地方 其实你仔细看各国的旗舰的话 其实还是一些 双边贸易谈判中的一些老大人的问题 比如说加拿大 它不愿意开放它的乳制品市场 这个向来是和美国和新西兰的利益 是相冲突的 同时日本也纠结于它那个农产品和汽车市场的开放 这个也是美日之间的那个贸易的老大人的问题 然后美国好像这次提议 有一个12年对于药品的 有一个12年的那个专利保护期 有一些相对比较 就是说经济不那么的发达的国家 比如说马来西亚 越南 对这方面有些担忧 因为他们担心 就是说GDP成立以后 他们可能比较难以得到一些比较便宜的药品 同时很多国家也担心一个 就是说有些国家对于汇率的操控 以至于可能形成一种 对于那个出口产品的一个变性的补贴 这会对就是形成一种不正当的竞争 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吧 你并非一时就是说突然出现的 而是长期存在的 而且在双民贸易中一直都是谈判的问题 就是说你双民贸易中的问题不见得 甚至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很难通过 都边谈判来解决的 甚至可能会更加恶化 我想目前的一个就是说受阻的情况 只是这种现象的一种表现 那马西亚我想继续请教您 像您刚才提到 例如说像药品这个方面 你说一些发展程度比较低的国家 因为担心它的药品的价格可能会昂贵 那不过如果现在TPP之后的话 不是应该在这个关税的方面会有所减免 反而对它的进口会有所帮助吗 因为它有个短期效应 就是美国提议的就是说 不是说一开始就全面开放药品的关税 它提议有个12年的专利保护期 就是在12年期间之内 你的专利药品是可以自己定价 或者是不受那个关税的自由的限制 所以这是这一点 所以让一些就是马来西亚 或者越南他们就说感到比较担心 是 韩先生你有所补充 我就是想补充一下关于药品这个数据 这个是指数据 还不是专利的问题 刚才马先生说得很比较正确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 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一些矛盾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在医药数据上面是这样的 美国基本上 就是说一般的药品是6年 它是指数据而言 生物数据它要12年的保护 因为生物要研发 差不多要10亿美金以上 才能够把这个药物生产成 之所以其他国家要这个数据 它想根据这个数据来生产 自己的仿造品 仿造药物 就是这个generic drug 这个是它的主要因素 这样的generic drug 它本身比那个牌子 叫做brand 名牌的 名牌的 就是说比较便宜的多 专利药 对 专利药就比那个专利药便宜的多 那么大家因为想在这个缩短这个时间 12年把它缩短到5年或者6年 从这个澳大利亚西西南 这个其他的这个小国 都是这样的一个打算 他们就用这个医疗数据 这个这个药物数据 作为一个这个杠杆 要求呢 那澳大利亚你必须开放这个乳制品市场 美国呢你必须开放这个糖 对澳大利亚开放糖的市场 就是说等等都是用这个东西来 作为一个杠杆 想叫动这个最后呢 获取更多的一些个利益 在最后谈判的关头获得一些利益 不过韩先生你这样说我就觉得很有趣 就是如果在单边谈判的时候 我们就完全只考虑两个国家 自己的经济或者产业的情况 但是在多边谈判的时候 就像您刚刚讲的 他们是可以互相交换 例如说我在这个药品方面 我可能退缩一点 但是我可能在其他的产业 你可以让我得到多一点利益 这样的话不是应该更好谈成吗 为什么反而最后谈判不成呢 我觉得它这个主要是利益 这个交错在一起 反而比较难 双边谈判的话 比较清楚一点 但是总的来看呢 我觉得它基本上 大部分的事情都已经谈成了 现在最要害就是这个药品 这个数据 药物数据和这个乳制品 这个市场的问题 就在这个问题卡在上 其他东西我觉得还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的这个谈成 所以呢 现在看起来 这两个问题呢 也不是说不可能解决 但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现在这个选举期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那你是不是政府有权 来进行这个谈判 现在这都是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他们认为 它是有先例 可以援引先例 继续进行谈判 继续把这个事情做完 另外的这个哈佛 哈佛他的竞争对手 已经表明说 这是他的一个 非常的软弱的一个一点 那么他们会尽 这个权力攻击 在这个问题上攻击他 所以他在这份上 会更加的慎重 会就是说给未来的 TPP谈判的增加带来困难 是 那马亨明先 我想接请教您 我们看到这个 根据这个美国部 经济学会 Brookins Institute的分析 根据现行的TPP的一个架构 未来越南将会抢走 部分中国的生意 他说这个部分 大概会占 中国经济的2% 就是如果TPP 最后谈成的话 那如果说之后 完成之后 在各国除了越南之外 各国的贸易也更加自由了 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会更大 那Brookins这次的这个报告里面 还特别还 直接讲了一句话 说这个架构完成的话 最大的loser就是China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中国最不乐见的呢 中国应当有一定的经济损失 其实也不是太多 对中国冲击其实不太大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其实美国额外的受益也不是很多 因为只有你看这些 就是说参与谈判的12个国家 其实大部分都不在中美 主要贸易伙伴 也就是他的那个前十位的伙伴当中 澳大利亚可能是个特殊的 但是澳大利亚的加入 也不会对中国造成特大影响 因为就在6月份 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 已经签署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然后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 它的贸易量也比较小 同时它的产业结构 也无法形成对中国的替代 其实所有的还亚太这个发展的国家 都没办法形成中国的替代 冲政纪总量这个上面来说 然后即使有那些替代能力 也是中国其实也是需要 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部分去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对中国的冲击并不是特别大 另外中国不乐意的 其实是更多是美国借着这个TPP 强势回归亚太的一种政治的姿态 比如说经济只是一个唱戏的 其实这后面也更重要的 那个地缘政治的那个关系 中国是比较担心 就是说美国你通过这个TPP的关系 更强势地拉拢亚太国家 然后形成对中国在政治上的一种包围 这个是他比较担心的 是 那韩先生您要做补充 我就说我基本上同意 这个马先生这个分析 但是我想从近期来讲 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是比较对的 比较到位的 那么从长远来看 不能轻功这个TPP的 这个长远的这个影响 如果是这个所谓的框架达成以后 运行之后 那么在逐渐改善 逐渐扩大以后 这个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贸易区 这个贸易区的话 如果是中国不在其中的话 肯定会对它有产生影响 就是说在长期的这个未来 那么对中国的影响会是比较大 短期里头我觉得可能不太 不太有太大 是不大看得出来 不过韩先生 我们知道说其实主要在这个后面 主推动的奥巴马总统 他也曾经在对国会讲的时候都说过说 如果美国没有能够与亚洲国家达成 并且落实自由贸易协定 将导致经济权力真空 中国将有机会主导亚太的经贸事务 所以也配合刚才马先生所分析的 就是有地缘政治上的考量 是不是本身这个架构 你认为说像奥巴马总统之所以要推动 就是因为美国必须要在亚太 有一个新的战略考量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所谓冲返亚洲 这种战略的一部分 那么这是在经济上贸易上的一个举措 这个举措当然就是说 最初并不是美国提出来 新西兰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这四个国家提出来的 美国后来认识到它的这个重要性以后 加入进来来推动这个事情 肯定当然有地缘政治的一边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说 在美国在WTO 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里头 基本上不能主导 这个是一个各国自己来制定政策的 那么中国因为当初没有让中国 增加很多的条件 让中国在体制结构上面 更多的这个改革 比较匆忙地让中国进入WTO以后 中国的这个叫做就是说 利用了这种这个机会 然后发展起来 并没有开放完全开放自己的这个市场 所以很多这些国家对这个贸易框架并不是很满意 所以希望想自己再重新订起楼罩搞一个新的东西 那环台北洋这几个国这些个国家 像占了世界的这个经济差不多40% 今后扩大以后可能会更大 那么他们如果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框架 要求新的标准 那我觉得会对未来长远来看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是我想请教一下马海斌先生 这一次中国自己其实也在推很多的在亚太地区的经贸的这个架构 包括所谓的一带一路 包括亚投行 刚才我们也会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他说他担心亚投行如果做不透明化 没有接受国际的一个完整的完善的监督的话 会成为极权国家的一个所谓利益输送的工具 所以中国自己也推动了这个架构 跟TPP到底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还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还是双方并没有任何的这种冲突呢 那所谓的一带一路跟亚投行这个部分 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国际的这个所谓透明度的一个标准 应该说一带一路和这个TPP本身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特别竞争的关系 因为从地缘政治或者地缘经济的关系 一带一路主要是欧亚的那个竞争权 TPP主要是环太平洋 正好是那个在中国的两边 中国在TPP就是说目前拒绝中国交入情况下 那个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肯定也有这个考虑 就是说你TPP方面限制我 那我就和欧洲那边多做些生意 打开我的贸易效率 提升我的那个贸易价值 这个肯定这种考虑肯定是存在的 同时刚才韩先生说那个长远来看 TPP对中国是有一定影响 但我有一点回应就是说 其实中国在环雅地区也在搞其他的一个经贸协定 比如说和东盟国家搞的那个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你看那个的成员国其实就是除了美国之外的那个TPP 直接的国家大部分国家核心国家都在那个里面 所以说所以和TPP直接形成竞争关系的是RCEP 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而且两边都在齐头边境 如果说RCEP其实进展还相对更快点 因为它是2011年才开始那个发起 到现在它那个原先的那个目标 是在今年年底之前那个要达成协议 当然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也和这个TPP一样 也有一些那个纠纷 最终没有达成协议 但是你至少就是说 它的进度不会落后于那个TPP 而且你从这些成员国 它两边都加重的关系来看 它们也是在两边观望 所以说最终还是中美两国之间在较力 而这些国家只是就是说 就像墙头巢一样 哪边进展开 它们就迫到哪边去 那我也接着想请教一下马海宾先 所以如果中国自己已经在RCEP这边有推动的话 但是它也有表达过说 我想加入TPP的意愿 那现在你觉得中国还是 它是真的想要进入TPP吗 还是它只是说说而已 这个中国的那个反应可能也取决于美国的反应 就是说如果中国增长到美国的主要意图 是考虑政治多一点 那它可能对加入TPP有更多研究 那如果觉得那个美国在推荐TPP方面 真的是出于整个就是说加强区域 推荐区域经济一体化 然后让这些贸易总量在公平的环境下 真的提升的话 而且这个架构本身设定是合理的话 它考虑这个是对它有利的 那它肯定更想加入 就是说这完全是就是说刚才说了 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 背后的较量的这个意图 和TPP本身的架构只是一个外在的显现 就是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可能更不要看中美两国之间 在其他方面也有些什么就是说互动 是 好 现在马先分析 那我想提下来像韩博士 我们知道这个奥巴马总统在推动 在国会里面 美国国会里面推动这个TPP 是非常的艰难 因为自己的民主党人是反对的 然后但是共和党人反而是支持他的 那现在美国国会好不容易通过了 这个所谓的协商受轨快轨程序 就是这个TPP 那么在这一次受阻了之后 我们知道接下来就要面临到 美国的总统大选 你也提到说加拿大也在进行大选 所以很多其他国家 也各有自己内政的考量 接下来TPP谈判是不是会更加的困难 那么这个TPP已经通过了 是否这个会持续有这个效力 可以继续推动呢 对 回到你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前面谈到这个 中国是不是要加入TPP的问题 那么奥巴马讲了 这个TPP的这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防止中国来改变贸易规则 制定和改变贸易规则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说中国愿意 遵从现行的这个贸易规则 愿意按照这个TPP的这些标准和要求 来加入这个TPP 美国是欢迎的 美国最近也一直表示 欢迎奥巴马总统特别讲 欢迎中国加入这个TPP 而且当然它需要一个过程 因为中国需要满足这些条件 这个最近中国也在跟美国接触 就是说放出风来 就是说希望探讨这个对方的口气 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 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等等 就是可见中国它已经意识到 这个TPP不是要围堵中国 而是在经济上想推动这个周边经济 防止中国呢 来改变这个游戏规则的 这样的一个举措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 我觉得应该要看清楚 就是说美国是欢迎中国加入TPP 按照规则来行事 按照现行的贸易规则来行事 而不是去改变现行规则 关于这个国会的这个情况 那现在我觉得剩下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那TPP要获得这个谈判成功的 最后在本月底 或者是9月初 就应该达成协议 我认为他们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 那么因为在提交 在国会之前 它必须要有90天时间 你再放在国会要90天 大家有时间来审查 来看 来这个review 现在呢 这个美国的左派 美国极右派在国会里头 就是说国会呢 就是说他剩下的所谓的立法 天 这个日啊 已经不多了 大概只有四几天 这个国会的领袖 可以把它延长 可能 可以有可能呢 就是会在所谓的 保脚 保脚压的那个会期 以后呢 来进行审理 这个通过批准 如果是他们达成协议的话 我觉得不可能在 2016年 那个时候选举已经开始了 那么选举会经常 会让这些民主党人啊 这个 因为民主党人是代表 所谓的环保啊 劳工啊 所以他们就是担心这些 工作的机会失去 破坏环境 所以呢 像哈尔克林顿这样的人 他也是开始 拉开距离 不愿意支持这个 他要是完成这个东西 一定要在 这个9月 之前 赶快完成 赶快达成协议 把它提交 是 好的 谢谢韩博士的分析 我们线上虽然有一位观众朋友 在线上 不过很抱歉因为时间关系呢 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 欢迎您到美国知情中文网上留言 给我们 我们会试着来回答您的问题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 关于这个TPP谈判频频受阻 对美国与中国战略意义考量的讨论呢 只能到此结束 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韩联潮先生 以及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 中国项目经理 马海斌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 感谢两位 谢谢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美国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还有参与 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带您来关注 第一个在中国当关有多危险 另外呢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呢 我们看到这个地产大亨川普 挑战所谓的政治正确 反而是让他的民调上升 成为目前的这个 共和党里面的民调的第一名 所以呢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来对这两个话题提出讨论 而如果您呢希望对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节目提出讨论问题 或者是发表评论的话呢 您可以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 很多观众跟我们反映说 看不找不到这个卫视留言板 其实就在我们的右侧 只要往下找 在节目预告的下面 就是我们的卫视留言板 此外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 张明论坛 在Facebook Twitter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十大亨谈节目 我是黄耀一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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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